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請大家打開講義第十四面 那麼 顏教的修學啊 他的所關鍵呢 是回光返照 來觀照我們眾生本具的一念心性 那麼他在一念明瞭的心當中呢 開展諸空角中三觀 那麼第一個空觀呢 就是把妄想啊全部歸零 諸位他不是把妄想消掉不是 你也消不掉 你只要看到他 是虛妄的就可以了 就是說 你必須看到你的本來面目 你的心性的最初的演點 所以這個大正的空觀 他關進去的時候 他是敵一切像 他沒有斷一切像 這個地方跟藏東別不太一樣的地方 因為藏東兩教的空觀 他關進去以後 他把像都掃掉了 但是你把像掃掉了 對不起 你不能產生作用 所有的內心要活動 一定要有一個像狀 你沒有像狀你怎麼活動呢 你怎麼造作怎麼激功累得呢 你就布施也得有一個像狀嘛 有個眾生像讓你布施嘛 你拜佛也得有個像狀嘛 你把像狀都掃掉 你的心就不能活動了 這最後結果就是灰身敏制了 所以大正的演教的空觀 他沒有掃掉一切像 他只是離一切像 就是你觀想你本來是沒有像狀的 這個都是後來有的 所以他就為後來的妙佑 做下了布局 所以大正的空觀 為什麼他無助能夠伸心 因為他對像狀處理的時候的態度 就跟藏東兩教不一樣 藏東兩教把像都掃了 就是因為你有像狀害我產生攀岩 你真是冤枉啊 你不能怪像狀啊 你自己要去攀岩像狀 你要對自己的攀岩心 你不是去管 你不是說去怪罪相狀啊 所以 嚴教的思想是 本來清靜 所以他的攀岩心就提下來了 就是說你這個希望的東西 你攀岩到最後你沒有結果的 人生無所得 就像做夢一樣 你做那麼多夢 結果呢 結果什麼都沒有 就這個意思了 就是我們打那麼多妄想 結果呢 結果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在整個大正的空觀當中 他只是把像呢 遠離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他是從本來清靜的角度 來關空 來安住 那麼後來我們來看看 他要生起作用 他真正的作用 是要修菩提心 生起假官的 把心性的妙用 假明假象狀用 開選出來 我們看他是怎麼開選心性的作用 假官照俗地理 假理據釋造 兩重三千 理據實法界 釋造實法界 實如是 如是像 如是性 如是體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緣 如是果 如是豹 如是本末 究竟等 當體幾假 這個這個假官啊 是天台中 非常重要的特色 他根據法華經的十足式 開展出一念三千的思想 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先在清靜性安住以後 站在本來沒有妄想的角度 安住以後 開始怎麼樣呢 開始調整妄想 你就可以放手 用假官來調整妄想 那麼調整妄想 你要先明白一念三千的道理 他這個一念三千呢 是這樣子來的 首先 我們念頭啊 安住的時候是不動念頭 你一切像嘛 你動 但是你念頭一動 哎 就有相狀了 這個相狀這有什麼相狀呢 司法界的揽進相狀就出來了 好 那麼這個司法界呢 他有理據司法界跟適照司法界 理據呢 就是你自信本來記住的 我們一念清靜性 黃金本來就有 司法界的潛在的功能 比方說黃金 你看黃金 他可以把它做成杯子 他可以做一個椅子 也可以做一個桌子 那麼你也可以說黃金 這個本質是黃金 他有創造杯子的潛在功能 要不然他怎麼能做成杯子呢 他能夠變成椅子 他的本性就有創造成椅子的功能 這叫理據 但是你整個照做 你怎麼把這個黃金變成杯子 這個照做叫做示照 他是修的 理據是信的 那麼理據司照呢 你看 理據司法界跟司照司法界 比方說 你現在是個人 表示你全身的內心的活動 是往五界十善的方向活動 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今生的人法界創造出來 但是你現在顯現人法界 你其他的九法界還在不在 還在 你還有佛法界 還有菩薩法界 乃至還有地義法界 隱而不顯 暫時怎麼樣 隱沒了 這個功能變成潛伏了 就是人法界 是視照法界 但是你其他還是記住 其他的法界還是記住 你隨時可以改變 好 那麼這樣講 視照法界 每一個法界佑記住 理據司法界 就變成怎麼樣 一百對不對 死生死生一百 那麼每一個法界佑記住 十如四 十如四 我們待會再說 一百乘以十 就變成一千 然後一千當中呢 所以每一個法界佑記住 三個法 治得到是說 五印的死法 一報的國土 跟眾生的假明 五印是正報 國土是一報 眾生 你也有一個名稱嘛 就是五印死法 一報國土 眾生假明 就變成三法 那麼一千乘以三 就變成三千 一念三千就這樣來 其實三千啊 就是簡單的講 就是生羅萬象 但是它的關鍵點在十如四 最關鍵啊 就是 我們的內心 是怎麼樣創造死法界的 你前身是怎麼把你昨天 你前身的心是怎麼活動 把今生創造出來 你今生又是用什麼相狀 把來生創造出來 整個延期在死法界 在十如四 我們解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內心要活動 它一定要有相狀的帶動 它一定有個相狀 你看你布施 有一個布施的相狀 忍入 有忍入的相狀 善心 有善心的相狀 貪真是有貪真是的相狀 所以什麼叫相呢 顯現以外 名字為相 就是內心一動 它一定有一個外表的東西 叫做相狀 什麼叫相狀呢 內分不改 名姓 相狀 後面那個明流的心性 那個推動相狀叫做性 這個性不是佛性 是習性 每一個人都不懂的習性 就是說你為什麼會展現這個相狀呢 過細生的等流習性 這個習性 自得它是分成四種 第一個 定惡俱 就是這個人全身啊 他呢 經常生起惡法的造作 累積很多邪惡的妄想 他很容易起惡戀 就是這個人惡戀強 堅固 這個人叫定惡俱 第二種叫定善俱 過去生他習的五屆時善的法比較多 他很容易生起善戀 雖然也有惡戀 但是呢 善法善戀多於惡戀 這個人叫做定善俱 第三種人是出離性 他這個人一天到晚喜歡把門關起來 不喜歡跟別人往來的 但其制度不易度人 個性清高的 第四個是菩提性 他能夠比較中道 上求佛道下化周身 猶如蓮花不濁水 易如日夜不住空 那麼過去生的這種習性跟象狀結合起來 就變成體 就是五蕴的本質 當你把五蕴的象狀跟他背後的習性價 就變成一個能夠造業的一個個體 就是色性惡法的主體 那麼這個五蕴的主體 從今生的角度它有什麼作用呢 它有利跟做 利是潛伏的功能 做是神業的造作 我們解釋一下 有名言作大師啊 他說啊 他解釋這個 他說這個 炎焉跟這個 大禹啊 他說炎焉這個人啊 處在亂世 所以他的表現出來的身口易造作呢 楚漏世 人不堪其憂 悔也不凱其治 他能夠在亂世當中啊 赤得其樂 這個人有德恨 他說大禹呢 在太平盛世 他得到君王的重用 結果呢 治水十三年 三過其門而不入 畏光畏重 他的德恶也非常好 那麼有名大師說呢 炎焉的德恨跟大禹的德恨啊 從德恨來說一次的 是完全一樣的 他說啊 異地而居啊 異復如是 今天炎焉生長大大禹的情況 他也會 畏光畏重 三過其門而不入 今天大禹處在亂世當中 禮崩越壞 他也會選擇 獨善其身 也就是說呢 潛在的功能 是你的習性帶來的 你是圓缺而已 但是你遇到陰眼的刺激 有外境的刺激 你就會變成 身口意的造作了 所以一個人有邪惡的本性啊 他不造作啊 只是因為沒有外境的刺激 叫做 沒有外境刺激之前叫做利 當外境刺激他 他產生身口意造作的時候 叫做做 那麼這個 這個葉利一作 當然就有善惡的陰眼 葉陰啊 那麼陰 到德國報之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叫 緣 這個緣很重要 就是助陰為也 我們解釋一下啊 你學佛以後 可能你的內心已經有很多功能了 有一些邪惡的向性體力作 在活動 也可能有些善良的向性體力作 但是你學佛以後 你明白因果以後 你一定要蓋瓜成熟 那麼我們對於邪惡的向性體力作啊 這個緣啊 要斷相序 就是你想辦法不能讓它向性 你或者用試煉觸觀 不盡苦無掌無我對峙 或者乾脆轉念念破也可以 所以這個緣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的一個點 你面對惡法的向性體力作要斷相序 面對善法的向性體力作 你要鼓勵自己不斷的增長 就是說 你必須讓往生的向性體力作 不斷的相序廣大 讓說博世界的向性體力作 慢慢慢慢的減損 這個就是緣 你要用各種的助言 讓你內心的向性體力作的功能 產生改變 那麼經過緣以後呢 這個葉因就變成果跟爆 國 指的是等流果 是指內心的等流性 你要是善性 後面還是善性 惡性還是惡性 等流果 這個爆就是易熟啦 就是受用 最後如是本末究竟等 這個如是本末究竟等 有兩種說法 從理性上來說 就是從前面的本 本就是如是像 這個末就是如是報 向到報的過程當中 從理性上來說 皆是一心 平等無二 它都是一心的作用 從理性上來說都是一樣 但是從它的作用上來說 從如是像到如是末到如是報 它是一連貫的 它是連貫性的 我們解釋一下什麼叫連貫性 就是說 當你的相狀是貪的相狀 貪為法界 一切法去貪 你所有的信 所有的體 所有的利作 因緣果報 都跟貪相應 就是說 舉個例子 比方說你布施 到底這個布施的法 未來會有什麼果報 從研究的思想 不是看表面 就是看你的心 是跟什麼法界相應 如果你的布施 跟菩提心相應 那就不一樣了 菩提心為法界 一切法去菩提 你整個布施 是如是菩提心的相 如是菩提心的信 如是菩提心的體 如是利作因緣果報 那是成佛的資料 如果你的布施 是貪求名利 貪為法界 一切法去貪 那麼你整個布施的相性體 利作因緣果報 就變成能天佛報 這就是本末究竟的 就是說 它這個是連貫的 好 好 那麼叫當體計甲 我們一般 當你從空出甲 從一念的親近心裡面 重新 我們一開始是先遠離妄想 然後再重新面對妄想 假設你現在的心 開始關心的時候 你重新面對妄想 你大概會知道 你前身是怎麼回事 如果你不改變 你也可以論斷你未來將去哪裡了 所以它這個天台中的關心 可以知道過去 也可以知道未來 就是你的內心當中 有很多的實儒是在轉 哪一個象狀的活動最強盛 就大概就是你來生的去處了 舉一個例子 有一本書叫《前世今生》 各位可能有些人看過 它裡面講到一個女主角叫做凱撒林 這個人 他內心有什麼象狀呢 他有一種恐懼水的象狀 這很麻煩 你要去洗東西 要洗身體都要水 所以他日常生活 經常看到水 就莫名的恐懼啊 就造成他嚴重的憂鬱症 結果他找心理醫師 這個心理醫生怎麼辦呢 幫他催眠 找出原因 結果他發覺他今生 都沒有造成恐懼水的原因 今生都沒有 結果這個心理醫生為他做深度催眠 催眠到他的前身去了 在他過去生的多生當中 有兩次跟水有關係 第一次 他在一個村莊裡面得到麻蜂病 這麻蜂病的病啊 根源來自於這個井水裡面的水啊 的病毒的傳染 所以他誤引了這個井水裡面的有病毒的水啊 得到麻蜂病以後啊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藥治啊 就把大家集中起來 把他堆到這個山洞 把山洞給封了 結果他死亡之前啊 經過很痛苦的掙扎 所以他對水啊 產生了第一個恐激的記憶 就第一個 第二次呢 他有一生呢 他住在山上 這一天山洞爆花呢 他爆到他兒子往山上跑啊 結果來不及了 被這個洪水啊 給沖沒了 在水中掙扎 恐怖而死亡 所以他過去生當中 跟水有兩次非常深刻的記憶 就留下了他心中有一種 恐激水的象徵在心中啊 運轉 如是象 如是性 如是體 如力做 一直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流動活動啊 一直活動到現在 他接觸水的時候 他心中就有一種恐激水的象性體力做 當然後來就知道這個是虛妄 知妄即理 理妄即絕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說呢 當我們面對妄想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官啊 這個假官有兩層意思 第一個 瞭解 你的問題點在哪裡 佛法太多啊 你不能所有藥都吃啊 不可能嘛 你當然是因病一樣嘛 你多貪眾生不敬觀 多稱眾生持悲觀 先找出你的問題點 所以你要先瞭解自己 你看你的心中啊 到底是哪一個象狀活動 最刺身 這個就是你的問題點 第二個 調整它 這第一個 這個是要面對惡法 對善法 所以對惡法呢 我們一般來說的對視啊 我們看這個十四面 惡法是從原下手 斷相續 所有的十足是一旦他不相續的 斷相續以後他就沒有力量 那你如果要深善 從淨土宗的角度 你要創造一個名號的象狀去皈依 你怎麼會跟淨土感應到焦呢 這個假觀就影響到你的延起啊 生命的去向 淨土宗 你要創造兩個重要的象狀 第一個 阿彌陀佛的聖號代表你什麼意思 你最好把 阿彌陀四十八願 幾個重要的功德 跟名號連結 喔 他能夠讓你不剁二道 神尊貴家 練這句符號 當然最關鍵的就是 臨終接應往生 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應我 十八願 就是說 你必須把名號 跟很多功德象給合在一起 我再講一次 內心的活動一定有象狀 如果你對淨土都沒有象狀 你就沒有一言 沒有一言 你根本沒有往生的一言 所有的延起 第一個就是如是象 淨土的功德象 名號的功德象 你要運轉得非常清楚 非常的堅定 這是第一個 創造一個淨土的往生的象狀 第二個 截斷 說博世界愛舉的音言 從原對 這個象狀 說博世界的象狀是你已經 長時間累積的 這個時候你要讓象狀消失 只能夠從原切斷 這是用不盡苦無常無我 或者轉念念佛 去斷它的原 好 那麼這樣子你的生命就有變化了 就是 從實如是 你大概可以知道過去 可以知道未來 好我們看最後的總結 中觀 中觀照中地理 中空有同時空有無愛 當體集中 那麼中觀呢 就是這個空性的清淨心 跟有相的十足式 同時運轉 兩個沒有障礙當體集中 空有同時這四個字啊 只有原教有這個詞 別教沒有空有同時 別教在出地以前 沒有所謂的空有同時啊 一定是先空次腳後走 原教一開始 繁複的時候就 無助身心了 這個無助身心我們再複習一下啊 原教的一心三觀啊 是 它不像外觀的 它認為外星跟你沒有關係 你的生命跟你的心有關係而已 所以它的核心在現前一念心 它呢就是先把所有的精神體力 你不要管外星怎麼樣 這是個結果 把它回觀反照 把空腳中的觀恨啊 拉到你的一念心來 第一件事情 先修空關把心安住 你必須安住在你的 本來的親近心 就是先把相狀先撥開來 看到你一念本來親近的心心 站在本來沒有妄想的角度 在那個地方住下來 以無助為助 第二個 你就可以放手修假觀啊 你用 你用 這假觀方法就很多 方便有多門啊 前面的藏通別你都用得到 當然 進度中你必須要有 當然你這個 假觀一定要有相嘛 借相修心嘛 進度中要有兩個相狀操作 第一個都射六根 你必須把說佛世界的感受跟想像 慢慢的收起來 讓這個相狀活動啊 越來越雷落 第二個 淨烈相繼 你必須對阿彌陀佛名號的信仰 跟進度功德的耗耀 這個相狀的操作慢慢的相繼 就是擴大 這兩種操作 一個 減少說佛世界的如是向性體力做音言國報的活動 第二個 增長進度的向性體力做 這個就是假觀 最後 無助 不愛身心 身心 不愛無助 親近心 不妨礙往生的菩提宴 菩提宴 不妨礙親近心 空有無愛 這個就是嚴教的整個一心三觀的操作 好 我們看回到假意 那麼講義的第五書五面 此教全顏廟三帝 就是一心三觀 那麼顏廟三帝 這個地方 看看他開展出來的四帝十二英雅六度是怎麼修 全無助四帝 這個四帝講到兩種延期 雜染延期跟親近延期 那麼為什麼這個四帝叫無助 這個大師解釋 四帝之法皆是實相 什麼叫雜染延期 當然是你一念的真如心 一念心在迷 一念心心迷惑了 就變成凡夫了 就流轉了 一念心心覺悟了 回光緩照了 他就是四聖法界 就是環面門 所以他這個流轉環面當中 沒有一個真實的造作者 也沒有一個真實的受用者 只有迷霧的差別 叫做無助四帝 以前不失憶不生滅蛇應眼 這個大聖的蛇應眼是不失憶 因為他不但是三界的分段生死 也講到界外的不失憶變異生死 為什麼不生滅呢 因為他無名跟真如是不惡的 他沒有對立的 真如覺悟了 叫真如 真如迷惑了叫無名 兩個東西是不惡法的 同樣一念心 流轉三界中是誰在流轉 是一念心流轉 你成佛以後是誰在成佛 還是你最念心嗎 只是說一個是迷惑顛倒的心 一個是覺悟的心 同一個東西 所以他是不生滅 他只論迷霧 他沒有所謂的這種對立 一拳秤性六度十度 他所有的修學都是在不生滅的心性 在本來清靜的角度升級六度 所以他這個功德是堅固的 是圓滿的 是超越的 是秤性的六度 他不像別教的六度 是依法修學的六度 不是依止心性 這個六度就相對的比較不圓滿 一拳不失憶惡地 那麼三地也可以把它合成惡地 是怎麼合的呢 他把伊甸心性按例做中地 把空有的操作當做俗地 這個就是惡地 所以你從心性來看人生 他就是覺得進入一種不惡法門 就是說流轉生死也是他 往生進途也是他 就像說你做夢的時候是誰在做夢呢 當然是你現在這念心啊 難道還有其他嗎 一念心跟睡眠相應就變成夢境了 一念心跟覺悟相應就是你現在清醒的心 都是同一個心啊 所以他這個不惡就是說呢 你只是做調整 並沒有改變心性 你把迷惑顛倒的相性體力做 變成覺悟的相性體力做 當然前提先安住 站在不生命心的角度 去修生命的對峙 好我們看他的修行位置 開示界外立根菩薩 另修一心三觀 援超二種生死 援正三得涅槃 正曰此教方論六級 那麽這個教法呢 是針對於這種立根的 對於中道實相 立根善根特別強的 大勝善根的 令修一心三觀 援超分段編於兩種生死 援正法生玻蕾卸脫三得密葬 其實他這個一心三觀啊 其實剛開始啊 他也不是說同時操作 偶爾大師說 雖然一心三觀必以空觀為出門 他舉一個例子 說一心三觀為什麼要先空赤腳 也是先空赤腳後中 只是他站在一念心性 他說啊 嚴教的空甲中三觀啊 譬如一刀千紙 他一刀切下去 粒粒分明 但是他也有赤地了 就是說呢 初學者啊 你先別去碰妄想 你先找到你的心 跨立切法 關你的心性本來清淨了 現在清淨心住下來 先求離向 你先跟妄想保持距離 一段時間 然後再去處理妄想 但是你悟的道理 還是延容的道理 只是下手的時候呢 先求安住 再求挑 他還是有點刺地的 其實明治衛 李濟 明治衛都是 主要都是安住清淨心的 真正開始 對視妄想 關通恨會開始 明治衛都是以空光為主了 就是關鍵法空 何其自信 本自清淨 都是先從這邊下手 好 我們看李濟佛 修學位次 第一個 李濟佛 李濟佛者 不思議理性也 如來之葬 不變隨緣 隨緣不變 隨年一法 無非法界 心 佛 眾生 三無差別 再凡不減 再甚不增 這個 原教的李濟佛 是不思議理性 不思議的中道理性 別教的李濟佛 是思議的 它是要通過思維 把這個中道的法 在心中創造出來 什麼是中道呢 明治不可爭 義務不可辭 從對法的理解 我們照這個章法走 叫李濟佛 先創造一個法的力量 來引導你的心 原教認為是多事 你的心本來就是中道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覺知 你知道 知道就好了 不用動迷眼 你只要知道你的心 本來就是 其功其甲其中 它就是中道實相 好 那麼什麼叫 其功其甲其中呢 我們來看了看 它後面怎麼說 如來之葬 不變隨眼 隨眼不變 隨眼依法 無非法界 如來之葬 這個詞是來自於樂人間 其實就是現前一念心性 因為為什麼叫如來之葬呢 叫如來之法 涵藏在眾生的心中 就是眾生倒妄想的心 有成佛的可能性 因為它理據始法界嘛 你只是讓其他法 你雖然是仁法界 但是佛法界是暫時 以末而已 那麼在一念心性當中 當然記住始法界的可能性 它的 作用叫不變隨眼 它的體性是隨眼不變 隨眼依法 都是真如法界 叫真如言情 我們一念心性為什麼是中道呢 因為它有隨眼意跟不變意 我們來看看是怎麼隨眼啊 當心性在迷 心隨妄轉 跟著妄想走 你沒有安住在心性的本體 跟著賊走 你就起貪真吃了 創造的生死輪迴了 當你的心 跟著佛法的道理走 心長絕狀不隨妄轉 去調整它 你就創造始生法界了 就是你的心 它有隨眼的作用 就是隨身迷霧的一言 創造始法界的一言果報出來 從這個觀念來說 你可以看得出了 言教的人生觀 它比別教更高明 它對人生的態度 就是人生沒有好壞 就在迷霧之間而已 什麼叫做不餓法 你要慢慢體會到大聲的不餓 就是說 印光大師舉一個例子說 水 你說水好不好 答案很難講 你這個水讓毒蛇吃到 它創造成毒液 那是得害人 你這個水給牛奶喝 給牛喝它變成牛奶 就是滋養人 同樣是水 經過這個蛇的這種稱心的怨 創造出來變成毒液 變成牛的慈悲的英言 變成牛奶 這同樣是水 同樣是一念心性 它也可以創造六道輪迴 它也可以創造極樂世界 所以這個心性的確有隨眼的作用 但是它又不變 它的體性還是一樣 清淨本然 它不管變現什麼 它的本性還是清淨 陰言它只是個假象 它隨時可以調整 所以隨點依法 都是一念心性的法界 它是心性在明 叫做眾生 心性在悟 就是佛陀 那麼這樣一個中道的心性 是誰有呢 心佛眾生傷無差別 再煩不減再生不正 諸位 一念心性 極空極腳極中 不是佛陀有而已 你也有 我們是這樣 一念心性它是極空 當然指的是不變的體性 極甲是它隨眼的作用 凡夫跟著妄想走 它呢 施記了不變的本體 凡夫是經常變來變去 惡陣人呢 是偏空 它施記了水眼的作用 它呢就是守住不變 結果它這個作用就完全消失了 所以他們兩個都沒有中道 就是說呢 一念心性它本來是極空極腳極中的 這個體系統本來是可以極空極腳極中的 是可以無助身心 身心無助的 是可以清清心菩提怨同時操作的 凡夫把妄想把它套在一念心性 這個心性就變質了 真的它那個不變的體消失了 只有水掌污的因緣產生左右 只有水眼液了 惡陣人捏造一個空性的假象 把它套在一念心性 結果它的水眼的功能也沒有了 變成只有不變 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沒有中道 不是說你本來沒有中道的功能 而是你用妄想把中道的心性給吃蓋了 所以你現在必須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恢復它本來的功能 你不要跟著妄想走 也不要跟二稱的偏空的法走 你就能夠很自然的進入中道的 無助身心 身心無助了 就是這個道理 你不要去求 你只要把它原來的功能恢復就夠了 所以古德給這個李濟佛 這個言教的道理給一句話說 動盡理前世 行長世皆非 說凡夫呢 不管是在動態靜態啊 道理上都是疾空疾腳疾忠 都是無助身心 理論上是有 但事實上呢 行長世皆為 事實上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哪一個人有不變之體啊 我們的心但是變了變去 生命心啊 其實你的心本來是不生命的 你是被妄想騙的 你現在變成生命啊 那是不正常的 你被妄想遮蓋了 是你自己要跟著妄想走 變成生命啊 所以從因言上來說 我們已經是性中道了 所以 一個人不回觀環照呢 就明明隨悟去 心隨進轉 苗苗不知歸 按二聖人 他也是性中道 但是二聖人好一點 他不是隨悟去 但是明明隨法 隨空去 苗苗不知歸 跟空虛而去的 他也沒有回觀環照 他二聖人也是心外求法 當然他求得好一點 至少他是佛法 所以在整個言教的中道思想 他認為說 你本來就中道 你不要多是在按別教 哪一個中道思想 在套照你的心心啊 你只要遠離妄想的糾纏 遠離偏空的執著 你的中道就出來了 就 你這個清淨心 菩提怨 無助身心就陷起來 他中道是這樣案例的 好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 先把這個 道理弄清楚 後面就開始 即空即將即中了 就開始修灌了 好 今天有沒有問題 好 請說 其實我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剛才第一屆的時候說 那個妄想是過去死 會不會也是一個未來死呢 有可能 過去性不可得 未來性不可得嘛 但是他不可能是未來性 你想齁 他是一個生命的經驗 你未來的生命出現沒有 還沒有 他怎麼有經驗呢 你想像 那是你的想像 就是說 你要有這種生命紀念 才會累積妄想 你沒有生命紀念 你這個未來的生命還沒有出現 怎麼有妄想 好 當然你也可能會把這個妄想 帶到來 未來去 如果你不調整 也可能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剛才說那個 李基佛的時候 是一個不思義的理性 這是五十五夜最後的 是 那麼也說那個別教是思維的 但是在日常生活當中的時候 我們回光返教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不是思維剛才的事情 你問得非常好 對對對 不思義理性就是說 他不是名言創造出來 對不對 但是你要把它開選 還是要假接名言 但是他開選呢 只是你用名言 把障礙破掉 讓他恢復本來面目而已 所以他的本質還是不思議 就是說 他不是你想出來的一個中道 別教的理性是你想出來的吧 你如理思維想出來的吧 你跟佛法寫起 但是他這個中道就是說 你本來就中道 但是你現在問題是 你現在不中道 我們彷彿是執著在有效能的東西 不中道了 那你必須要反轉它的時候 要思維它 何其自信本質親近 先把妄想撥開來 然後中道才恢復過來 對不對 但是他的本質還是不思議 但是你要開選他呢 要靠思議 這樣你聽懂嗎 過程是思議 但是他出來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不思議 因為心佛眾生上無差別嘛 就是說 我們這一念心啊 如果是一台機器的話 這個機器本來是為了成佛設計的 知道吧 就是說成佛是正常的 我們現在是非常不正常 我們心操作錯誤 我們現在跟著妄想手 把不變的功能給喪失了 變成不中道了 惡政人也操作錯誤 惡政人偏空他也操作錯誤 就是說 這台機器的設計 本來是讓你幾空幾腳幾中的 但是我們操作錯誤 變成反覆了 如果這個機器不是為了成佛設計 那誰可以成佛我問你 你原來的設計是不能成佛的 你怎麼可以成佛呢 你努力都沒有用啊 就是說 這台機器本來是可以成佛的 這本來就是幾空幾腳幾中 那為什麼現在功能撕掉了 他沒有撕掉 是被妄想遮蓋 你把妄想撥開來 你只要不隨妄轉 你的親近心不敵願 自己就出來了 就顯現了 你就自然走上大板牛車 好 請說 感恩師父慈悲 第一次有個問題是說 宇宙人生的真相是為心所現 是的 為實所變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這個心指的我們的 妙明真心就是心性 就是我們一堆 這十就是說的 阿蘭也是 是的 但是你說對了一半 這個為實所變 它不但是阿蘭也是 也包括第六一世的分別 妄想跟業力的結合 當你說為實所變的時候 那就是凡夫的人生 現實人生 所以為心所現是理想化的人生 它是極空其小其重的 嚴教意思就是說 人生本來就沒有好壞 它是把你的 親近心跟實如是 一言果報如實地顯現出來 對不對 那為實學就不一樣 為實學它為實所變 它有三能變 業力變一次 執著變一次 思想變一次 所以這為實學是講到 那個變現就很複雜了 那凡夫的人生 就是錯綜複雜 有加上個人的妄想跟執著在裡面 謝謝師傅 好請坐 我們在理論上 你要建立一個 嚴教的思想 就是說 它原來是怎麼樣 是很重要的 當然我們也要務實地 面對你的現在 當然你有些東西 你要維持對峙的 要思議 用五分別次都沒關係 但是你的高度 你要安住在一個圓滿的高度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影響到你成佛的快慢 也影響到你問題是怎麼處理的 好 請坐 師父慈悲 首先很感恩師父 這一段時間帶我們走了一趟的成佛之道 那弟子也感到很殊聖 可以上到這麼有良觀性的課程 弟子這裡有一個問題 師父剛剛有說過 就是 原教是上根菩薩修的 可是師父剛剛說就是說 如果我們直接修 那個藏教通教跟別教 那沒有原教 就這個弟子有心不安的 那可是初學者 有可能 就修到這個 以念心性的法嗎 那初學者到底要怎麼樣來走字堂落呢 那如果沒有初學者 他怎麼會有明治即佛呢 這明治即佛都是從初學者走上來的 從語言文字的理解 是不是 初學者可以一開始就修研這樣嗎 你說呢 如果不能修的話 佛陀為什麼要講這個法呢 佛陀是為了 佛陀今天的法華經 楞元經是來到凡夫的世界講 他可沒有到聖人的定界去講 佛陀說這個法就是這個東西可以修嘛 如果不能修 那佛陀對凡夫講 那不是白講嗎 是不是 弟子 也是今天晚上才 才可以有這個因緣上到原教 永遠不會太晚 知道原教永遠不會太晚 對 可是很多人 他們學佛 沒辦法 沒有這個因緣 一開始就學到這麼圓滿的一個法 如果你不修原教 你會 你的心就直接跳到妄想堆裡面去 那就糾纏不清 那就很麻煩 那真的是 時時勤佛事 就不知道差到什麼時候了 感恩師傅 謝謝 所以他研究了問題 但是解決問題特別快 尤其臨終的時候特別好用 你只要把握心腸絕躁不隨旺轉 臨終的時候你只要不浮土 諸位 妄想本來是沒有辦法去傷害你的 本來是沒有辦法的 是因為你招惹他 他才傷害你的 你要永遠知道這個觀念 他沒有主動傷害你的能力 你的心情本來就沒有妄想 他怎麼傷害到你 你看過一個希望的東西 是傷害一個真實的東西嗎 沒有吧 一個夢想的幻境 能夠傷害一個真實的人嗎 是你自己要跳進去的 那你就不能怪別人了 是吧 如果妄想有主動攻擊的能力 臨終沒有一個人他保持正念 沒有一個人 你信不信 你以為他保持正念是對峙妄想 你對峙妄想你不可能 那臨終沒有正念 臨終沒有妄想是不隨妄轉 所以他能夠保持正念 諸位你們懂嗎 不隨妄轉 你臨終但凡你要對峙妄想你就慘 你就很慘 臨終緊急關頭 哪有十張臉機 結果不進關就無我關 你開玩笑 嚴教的操作 臨終的時候正念 只能夠用嚴教的思想 心腸絕躁不隨妄轉 讓妄形成一個真如善昧的保護網 把你的心保護住 然後提起佛號 那請說 師傅 那是不是就是我們聽說過的 不怕練起只怕訣詞 就是我們妄想一起來的時候趕快想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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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我說嚴教永遠不會太 對你說這句話非常好 謝謝師傅 不怕妄想 就怕你沒有覺悟 所以我們的正念是地右念的正念 各位知道嗎 你要保持地右念 你只要在臨終的時候 不管你前半段多麼的顛倒 你隨時起來 永遠不屑太遲 因為你悟的是 它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你所依止的是真理 妄想是希望 諸位 妄想不管怎麼掩飾 它的本質是希望的 你要永遠了解 它永遠不是你對手 所以為什麼我們強調第二念的正念 就是說你可能 很少人一開始臨終就保持正念的 一定是 一定是百感交集 要離開一個熟悉的地方 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可能會有一時糊塗 對不對 但是你曾經修過一念信性 本來親近的人 你只要想到這句話 何其自信本來 你要想到這句話 妄想就慘了 你的真如三妹現前的時候 它馬上把你進入到一種 不迷不起不動的境界 所以你要保 你就是說 我不敢說我有第一念的正念 但是我有第二念的正念 為什麼覺悟永遠不太遲呢 你看過光明出來的時候會太遲嗎 一旦有光明 不管你這個黑暗待多久 黑暗就是黑暗 千年暗示一等級明 對不對 你說我先打妄想 妄想佔了先機了 對不起你是希望的 這跟先來後到沒有關係 我們直觀一念信性本來親近 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它是真理 它是一個真相 所以這個原教的操作 它跟念佛 所以你看 偶遇大師在彌陀耀解 他就是把常觀的正念 內觀真如外宿彌陀 它是兩個合在一起的 你看看彌陀耀解的六性 它是先信智再信他的 諸位 為什麼你念佛沒有信性 因為你缺乏一個對自己的信性 所以你對阿彌陀沒有信性 這個我們明天會說明 它用到進度中很重要 就是說 你沒有相信你一念信性本來記足 你直接念佛 你會覺得你跟阿彌陀很遙遠 那是時間空間 十萬一佛土 你必須要把心拉造一念信性 佛陀沒有離開你一念信性 這是自家的事 你的信性就出來了 我們現在很少人去信智 直接信他 結果你這個佛號的信仰很虛 虛而不死 信智再信他 這個他就不一樣了 那是種智他不惡 那麼這部分我們 這個研究的應用 我們今天先談理論 它的實際操作跟應用 我們下一個談個再說明 好 鄉下文長 傅再來日 回向